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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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 我们这个单元是要继续 我们上一个法聚经故事集 里面谈到佛陀的赞美词 也就是对佛陀他修行的 过程的重点来赞叹 也就是用着佛陀的自己的实际的修行的例子 来让我们学习 上一个单元我们提到了 第十一品老品的第八个布式的法语 这个法语主要的是佛陀自己本身 对于他自己一开始对生命的轮回现象 会发起了疑问 然后他真的去探讨追寻答案 那终于呢就看到 是从自己的实际的修行的观察 而能够看到我们的轮回的缘起 也就是我们的烦恼欲望 还有我们的无名 所以呢佛陀看到了 而能够毁灭这一些 所以呢就不受轮回 而且还能够真正正到涅槃 也就是说他的心里没有再造作这一些的欲望啊 烦恼了 所以他的心呢始终都保持在一个极净的状态 那这样子呢也就是叫做涅槃 那我们现在的一般的人 对于涅槃呢就以为说一切都没有 实际上他是一个心达到非常极净的状态 那这个极净的状态呢 主要的也就是我们没有这种贪求欲望 或者是无名烦恼的时候呢 这个心啊它本身是一个安定的 那安定之中呢 它本身就有一种乐 所以叫做安乐 那这种呢也就是我们真正的乐 所以佛法在对照世间的这种就是一种物质的 或者是一些享乐的这些的快乐啊 就是有一个很绝对的对照 因为世间的这些乐都要建立在外在的环境 不管是人啊或者是物质 或者一些的这种状况 那我们喜欢的我们才会觉得快乐啊 那这一些呢是一种对待性的 那不是绝对的 如果是外在的环境改变了 那我们可能没有快乐 反而还会有痛苦 所以依赖性的这种快乐呢 它应该跟随的就是痛苦 因为我们得不到 那就会痛苦了 可是这种涅槃极境的乐呢 它是我们生命本身的 它不是靠着外在的条件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真实的证悟的境界啊 它就是真实的乐 所以才说涅槃极境是真正的安乐 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为什么佛陀要发起对于这个世间的这种轮回的苦啊 他要去寻找这个苦的原因 然后呢要去找到要灭苦的方法 也就是他要找到这种究竟的乐 那佛真的是做到了 所以他成为佛就是觉悟者啊 所以我们要知道佛陀的这个佛就是觉的意思啊 就是觉悟觉察 所以这个觉察呢 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修行去探讨 那探讨的对象也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啊 所以我们上一个单元呢 就从法语的部分呢 我们就了解佛陀为什么成为一个觉悟者 他的疑问的发端 然后呢他去探讨 然后真正找到的答案 然后呢也真实做到了 所以在法语的对照里面呢 也就是佛陀的一生修行的这个过程的一个简单介绍 那我们上一个单元呢 就介绍到他的家庭背景 那他是王子啊 是靖范王的儿子 然后呢他在29岁的时候 就是开始啊就修行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就接着这个故事的部分 那也许呢有一些就是观众大德 就是对佛陀的故事啊 已经很熟悉 那也许呢有一些也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们呢也借着法剧经的故事集里面呢 我们也大略的就是把佛陀的修行的过程 跟他证悟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要点 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在故事集里面 有提到他出家以后六年的这种学习的过程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佛陀呢他是在恒河附近 他是在那边就是参访学习啊 那我们了解印度的民族呢 他是真的是很久的这个历史啊 都是有这种瑜伽修行的这一些的传统 那佛陀当时呢 佛陀当时呢 他也跟这个当时的有名的这一些宗教师学习 不只是他们的理论还有修行方法啦 那他都是去跟他们很认真的学 那在这个里面呢 那在这个里面呢 也就是佛陀他对于修行 他真的是很认真啊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也是很虚心的跟当时的这一些 就是印度的这些修行人去学习的 只是呢他发现他们的方法呢 都不是究竟 所以呢他才决定呢 用自己的方法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补充啊 也就是佛陀呢 他在自己去用他自己的修行方法之前呢 他有两个很主要的老师啊 一位呢已经正到所谓的禅定的 这个空无边处定 那一位呢是正到 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定 那我们通常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世间的 这个存在的现象啊 就是分成欲界色界无色界 那欲界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内心啊 情绪啊就充满了贪生痴 就是我们没办法去安定他 所以是属于一个欲界 就是我们这种贪生痴的作用很强 那到色界呢 也就是我们已经有一种禅定的方法 它可以让我们的心呢 开始有安定的对象 那让我们的心呢 就是 比较不受贪生痴的这种驱动的力量 所以他就有禅定的目标 所以叫做有四禅天啊 所以他就是属于色界 那叫做色界因为 也就是他禅定的目标的时候呢 那他还是有存在于 我们肉身的这样子的一个存在的现象 所以他还是属于色界 因为这个色就是属于有物质的 有质的 有这种存在的这种物质性的东西 那在第三个层次呢 叫做无色界 那无色界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不受这个色身的影响 那他存在的呢 就是在意识 那他就是以意识的部分为主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叫做无色天 无色界 那无色界的这个禅定 我们通常在把色界的四禅天 那我们就把它加起来 我们就称作四禅八定 实际上无色界也是四个禅的境界 然后这个色界又是四个禅 加起来是八种 只是我们呢 就是说四禅这个八定 那实际上就是八种是这样 那佛陀呢 当时啊 他的这两个主要的老师呢 就是一个是正道的 这个无色界的 就是第三天 第三个层次 也就是空无边处 也就是说他的意识呢 他就好像可以 宽阔到一切处 所以空无边处 那在一位呢 更高的 他就是达到飞响 飞飞响 也就是他的意识呢 是非常的维系的 他是有没有这种主观的这种 这种动态呢 或者是没有动态 他就是在一个维系 有没有动跟没有动 就是他的意念啊 是已经非常安定的 安定到维系的动或没有动 的那个 这种状态啊 所以呢 我们称他为无色界定 无色 无色界 就是 已经呢 超越了色界 再到无色界 那在这三界里面啊 我们称作说 如火宅 也就是说 虽然呢 就是色界跟无色界啊 已经比欲界 他的层次高 也就是说 他因为有禅定 然后呢 能够进入意识的 这种维系的状态啊 所以呢 他可以说 极度的定 所以他的差别呢 也就是说 心他动跟乱 跟安定这样的一个差别 所以呢 在我们这个世间呢 他还是没有真正的解脱 轮回的苦 只是呢 他安定的层次有差别 还有对于他的意识的 这种维系的状态 他更加维系了 就是这样的差别 所以佛陀呢 当时跟他的老师 这两位啊 他们已经正到了 这个无色界定的上面的 最高的两个层次了 那本来呢 在当时应该算是功夫最好的了啦 那佛陀呢 他也很认真的在跟他的老师学习 所以从佛陀的传记里面啊 实际上呢 都有写到说 当时他这两位老师啊 其实他们都很赞叹佛陀 就是认为他是很好的学生 而且乃至啊 他们都愿意把他的这个老师的资格啊 跟佛陀分享 也就是说 他们呢 就是愿意呢 接受佛陀也正到他们的境界 而让佛陀跟他们呢 好像平起平坐啊 一起来享用这些学生的供养啊 这种尊敬啊 那这就表示说 释迦牟尼佛当时呢 如果满足于他的两个老师的这种境界啊 那他就是当时的正到无色界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两个城市而已啊 可是呢 佛陀他当时呢 对他的老师也很尊重 那他呢 为什么会离开这两个老师呢 他就觉得说 他正到这样的境界啊 可是他对于生命的真相 还是没有彻底的了解 也就是他觉得说 那人的这一些的轮回的问题还是存在啊 人的苦还是没有解决啊 他只是处于一个安定 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已啊 没有真正能够很客观的来了解说 那我的生命的真实的状态是什么 所以呢 他还是要自己再去探讨 所以他离开了他的两个老师啊 所以 我们从这里呢 也可以了解说 为什么佛法的禅定啊 它的最终目的呢 是要导向于智慧 也就是说 禅定本身啊 让我们的心可以安定 可是呢 佛法的智慧呢 还要建立在这个安定之中啊 要来观察 说哦 我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些杂质啊 我还是有贪啊 还是有真啊 还有我对生命的现象 没有真正了解清楚啊 所以我还是有无名还有痴嘛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佛法的这个终究的目标 他还要发起智慧 那从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过程啊 我们就知道说佛陀本身啊 他在探讨生命的真相啊 他是非常彻底的 他也不是只是要求一个表面的满足啊 所以他真的是对生命呢 有真的疑问 所以他一定要达到解决了 这个对生命真相的探讨 一定要有真实的答案 所以只是正到这样子禅定的功夫还不够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观察生命 真实现象的智慧啊 然后让我们真的能够消除 还要轮回的这种苦的这种究竟目标 所以佛陀他就离开了他的老师啊 他就自己呢 就到雪山苦横 他就自己呢 本来啊 他就是一开始呢 就是吃很少 然后呢 让他自己啊 好像没有这种对食物的贪欲啊 然后呢 就让他的身体啊 好像受到 像骨瘦如财啊 所以我们有看到佛陀的苦性图 就是只剩下皮包骨这样啊 乃至看得到他这个筋啊 就是血管啊 筋脉啊 这一些的线条 那他这么苦的修行啊 他自己也就是觉悟到说不是究竟 因为他发现说 他受到这么就是苦的时候啊 那他觉得呢 这个身体的苦也会造成他精神的困扰 也就是说 他还是不能说不管这个色身啊 所以当时呢 他就觉悟到说 如果他只是一昧的不吃东西或吃很少啊 那这样他的身体的苦 这个叫苦行 那如果说他要放弃苦行 而去追逐食物呢 那就是求乐 所以呢 他采取一个中道 也就是说 他不要极度的苦行 然后呢 也不要呢 就是世间的这种 只是贪求享乐啊 那中道呢 也就是他吃身体有需要的这个滋养啊 那这个是让他的身体没有后顾之忧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不会因为身体的这种 极度的恶的这种痛苦 而造成他修行的困扰啊 所以呢 我们从佛传里面啊 就看得到就是佛陀呢 就到这个尼连禅河去沐浴 然后接受牧羊女的这个供养啊 这个养乳啊 然后他喝下去了以后呢 好像滋养了一下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力啊 然后呢 他就到这个菩提加业去静坐啊 那就开悟了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说 这个佛陀的 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智慧的观察 所以他离开了他的老师 用他自己的这种真实的探求生命真相的方法 然后呢 他就自己又能够调整说 不是只是为了苦行为目的 而是要真正能够观察到他的生命的真实的现象啊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就先谈到说 那佛陀呢 他自己的这个方法呢 真的有效了 那他就能够发现了不苦不乐的这种忠道 而且呢 能够正道就近涅槃 那这样子的方法呢 也就是要能够落实在八正道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我们一般谈到的就是 我们学佛呢 这个基本的就是要能够正知见 就是我们的观念 要能够如实的了解事物的真相 然后我们要能够正于 然后正业 然后我们的这种思维正思维 然后呢能够正定正念 还有正命正经济 那这个八个呢 那这个八个呢 里面呢 就是是 关于我们的身 口意 还要呢 能够趋向于安定 跟精进 所以 从这样子的一种 身口意的观照啊 他都用一个正 来带领 也就是说 那我们的身体 语言的这些的行动啊 我们就是要使戒啊 然后让我们行为如法 那包括我们的意业 那我们还要能够就是想的是正确的 然后再用正念正定 也就是让我们啊 能够专一我们的心念 那让我们的心能够安定 然后导向正思维 也就是我们要如实来观察 我们所遇到的外界 我们要怎么样子来 引导我们的这些的念头想法啊 那都是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引领 那最后用一个正经济 就是说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去观察 以不断的去实践 那这样才能够真正走上这个正道 那其中有一个正命跟正业啊 那就是我们的行为整体的 就是正业 那如果正命呢 也就是在所有的行为里面呢 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生活的 那我们赖以为生的职业啊 那这个叫做正命 那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一些的职业 没有伤害别人 没有伤害生命的 那这些呢 都是说我们没有做这个恶业 因为有恶业就是造成我们一个 就是更增加的负担啊 所以呢 没有造恶 然后还要积极的行善 所以在这里的一个故事里面啊 就是让我们可以了解 就是佛陀呢 他说正物的内容呢 他实际上是看到了说 在轮回的过程里面 有这种 他的一个贪生吃的因素 那我们没有去 去再造作 然后呢 我们还要能够依照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法 来作为依准啊 那我们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呢 就是谈到的是佛陀的开悟的这个过程啊 那我们还是等下一个单元 再来继续 那我们把我们学习的功德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徒 善报是从恩 夏季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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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